人与人相处 我们没有我见 好 你的思维 大公无私 齐心动念 都是想到 整个人类的幸福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的幸福 就像这个 好啊 心量就大了 我没有了 边界 边界是对立 对立没有了 为什么 变法界虚空界 跟我是一体 坦经上说 末后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那个自信是我的自信 是我们自己自信 自信是共同的 只有一个自信 像大海水一样 佛经的比喻 把大海比作自信 把水泡 海里就起的水泡 比作过人 水泡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没有离开大海 起泡的时候 好像有自己 那个泡一裂掉了 回归大海 大海才是自己 真正的自己 水泡是零食 是自己所变的 错认了 那叫忘卸 这个比喻的好 我们能体会到 会有一个概念的 那么剑渠剑 剑渠剑渠剑 这两个获取了 中国人讲的成剑 某人成剑很深 他认为他是最正确的 不容易跟人在一起 沉浸太深 不能遂云 这个是错误的 真心里头没有沉浸 真心没有神界 没有沉浸 没有边界 没有对练 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练 练到至少要像 海鲜老活山那样 什么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老活山眼睛当中 天下都是好人 毁谤他的好人 侮辱他的好人 陷害他的好人 没有一样不好 没有感觉到我很委屈 对于这个世界一切法里头 没有怨恨 没有怨恨 没有怨疑 不生烦恼 老活山夜深没有跟人哄过脸 没有说哪一天 你看到他发过怨恨恨 没有 你一见到他的时候都是火焰 月色 很快乐 很快乐 这个要学 真的要学 你的发源才好 人缘好 每个人都愿意 每个人都愿意跟你往来 到底谁占了便宜 自己啊 神经里面 不生贪念 逆境里头 没有成会 真意修行 修是修真 行是行为 行为错误了 把它修整过来 标准就是戒律